别小看身体上细微的变化,恐怕在暗示着潜在健康问题。 新光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洪汇峰分享, 曾收治一名高胆固醇病患, 检查时发现对方手上有节节性黄色瘤, 隔一周对方母亲也来看诊, 结果不仅有相同症状还更明显, 医师示警,此为标准的一盒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, 若不治疗,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一般大众高20倍以上,不可不慎。 医师洪汇峰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, 一名患者胆固醇长期超标却从未重视,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达336毫克每天L, 且家人也都有高胆固醇现象,但没人罹患心脏病, 于是经其他医师转接至他的门诊。 在检查患者手时, 医师发现肌腱有节节性黄色瘤, 隔一周对方母亲也来看诊, 不但也有相同症状还更明显。 洪汇峰说明, 这是标准的一盒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, 若不治疗,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, 洪汇峰提醒, 当胆固醇非常高, 同时家族成员也都如此, 务必要检查一下手指。 手肘、膝盖、脚踝及阿基里斯腱等肌腱组织, 是否有出现节节? 如果有的话, 请尽快就医, 且要找会治疗家族性胆固醇血症的医师。 他强调, 这绝不是普通高血脂症, 不可调以轻心。 根据荣总卫教资料显示, 形成黄色瘤原因可分为两大类。 第一类黄色瘤是病患有血脂代谢以偿, 可在进一步分成发疹性黄色瘤与节节性黄色瘤。 前者常伴随三酸甘油脂升高, 后者常伴随胆固醇升高。 第二类黄色瘤病患的血脂则是正常, 但可能是癌症并发症状, 需要进一步检查。 另外, 根据中华民国血脂及动脉硬化学会卫教手册指出,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可分为一核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及同核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, 前者是患者从双亲之一遗传到突变基因, 以及从另一双亲中得到正常的基因, 几率为两分之一。 后者是患者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双亲, 同时遗传到突变的基因, 几率为四分之一。 感谢收看, 欢迎订阅, 按赞, 分享。